刚才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 很多年轻人现在非常喜欢西装配个小球鞋 一方面是舒适 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个性的简单的表达 结果没想到是踩到王绿的雷 甚至开玩笑说 我看到你怎么穿一次我抽你一次 这样的 那这种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讲 就得是强迫使用对不对 是的 如果穿球鞋去客户对你会不会那么信任 是不是 如果是见客户正式场合的话 那还是肯定是正装皮鞋 比较自由的行业 比如像经纪公司 不行 我们规定是这样的 如果你今天带艺人参加商务通告 或者时尚通告 必须穿黑色 啊 就是你得像个职业经纪人 因为镜头拍到你好毕掉 第二个是你出去商务通告的时候 你要让对方觉得你职业 所以必须穿黑色 但确实有这个 不夸张啊 就真的有粉丝会要求工作人员的着装 啊 嗯 因为我们是男生嘛 女性的工作人员不能穿短裙 安全一点 对 给他们也安全感嘛 可能也 我其实在面试任何人的时候 我都会跟每一个面试的人告诉他 这个职业有一些特性 比如在我们这儿 你不要跟我谈加班 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 随时随地一人有事 我们就有事的 如果你是抱着一个 我不想加班的心情 那你别来 所以你在接受一个工作前 你只要先认清 他的工作属性是什么 对 比如说这个工作对着装有要求 你要少个性可以 那你别干这个工作 对 然后这个团建我觉得还是让大家在私底下的那个个性 也更多的表现出来了 我看到大家都流露出了这种羡慕的眼神 当然主要是对那几块牛排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 但是每一个团建都这么的愉快吗 应该不是吧 不是 确定不是 但我们团建很快乐 我们都是组合 大家一起去团建 所以就玩得很